不要带孩子去外面吃鸡米花啦 自己在家做简单干净又卫生 两块钱鸡胸肉切成丁 放生抽 料酒 盐 胡椒粉 辣椒粉抓余腌制半小时 蘸上淀粉 鸡蛋液 在果上面包糠 六成油温下锅 小火炸至金黄酥脆即可熬出 牛奶500毫升 蛋黄两个 玉米淀粉50克 糖30克 芝士两片 开小火搅拌融化 小火煮到粘稠 一定要用不粘锅 装入碗中冷藏三个小时 切块刷上蛋黄叶 烤箱200度20分钟 最后几分钟一定要看着上色 我就一分钟没看就这样啦 不过口感还是不影响的 发出来给你们看一看 喜欢点香口味的可以做起来了 好吃点赞